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联合采购办公室 昨天发布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标书 第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正式启动 经专家论证 第二批国家集中采购选择了33个品种 涵盖糖尿病、高血压、抗肿瘤和罕见病等治疗领域 涉及100多家医药生产企业 根据各联盟地区报松的数据 此次采购量基数为124亿品 各品种的约定采购量为全国采购量基数的50%到80% 按照集中采购工作安排 2020年1月17号将开标产生逆中选结果 全国各地患者将于明年4月份用上第二批集中代量采购中选药品 据介绍 第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不再选择部分城市试点 一次招财即在全国同步实施 接着 接着